21号就要开议 不会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从2月7号开始在各出入口 就已经启动了良额温的机制 不过这样还不够 开议后将借红外线热像测温仪 摆在立院四大重点 吃块超过37.5度就不得入内 国会向中科院商界四台测温仪 锁定立法院正门群先楼 和委员研究室密集的中心大楼 除了严加把关人流最多出入口 也避免良额温太耗时 本次成为立院第三度出动测温仪 过去SARS期间卫生署出现过两台 而这一次的四台规格 则比照2009年的H1N1防疫部署 若是外来访客发烧 不得进入院区 立法院员工和委员体温超过37.5度 则将送院内衣物室做后续处理 除了基本量体温 立院也在电梯按键门把 扶手和各会议室 每天两度进行漂白水消毒 各处是同仁也都配有酒精 拉高防疫规格 就是因为立委接触层面 从地方人士陈勤 甚至可能跟府院党高层开会 行政院长也在开议首日 就将进入议场备询 身体状况牵动证局 这个贴纸都是确认是说 合格体温你才能进入 那并且呢 因为我们也长期跟 不管是中央官员 或者是说地方选民 来做一个互动跟接触 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确保自己 绝对是安全无疑 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代表民意 来为民众发声 行政院院长 还有各部会首长 都会到立法院来 开始来背询 所以我们立委都会接触到 全国的各部会的首长 有时候包括总统 这个总统府这个阶层 所以这当然是很重要 那当然我们自己办公室 也有拿那个水绳来 来喷来擦拭 公部门防疫大作战 立法院一开议 重点也将环绕在疫情控制上 国会殿堂周边加强把关 提升防疫强度 以身作则 简单关注李佩萱 才会报道